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今天是星期二 3月14日 早上差不多11点了 因为11点前已有标迷 上来荔枝角店找朱仔 好了 在这里借个位置 先和昨天 落了佐敦店的标迷 他觉得 我们的同事 态度不太好 先和大家自协 朱仔晚点 因为那位同事今天放假 我晚点或者明天 我会跟进一下他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他是不是太忙 他的态度不太好 那个标迷 这里大家自协 如果有问题 大家可以 欢迎留言 或者WhatsApp给我 甚至打给朱仔都可以 朱仔会努力改善 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我每天都在进步 提醒自己 先说一下标 今天我想介绍 这一只 是一只精工午仔 旧装 盾牌 就是 白银 都是啡面 配玫瑰金 黑道玫瑰金 我自己觉得这一只 很高级 这个感觉 有时候啡面 看上去 就不知为什么 有一种高级 配玫瑰金 有一种高级的感觉 通常 啡配玫瑰金 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是高级的 好像之前我介绍过 东方的 旧装东方 前排都是 白银 都是啡配玫瑰金 这次是玫瑰金圈 啡面 玫瑰金黑道 配玫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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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我觉得挺漂亮 还有这个 是一只大装小小的 五仔 十二点位置 我们看看 一个罗马数目字 12和6都是罗马数目字 其他就是做了黑道 都是玫瑰金色 啡色的方舍声纹 或者我们称为太阳纹的字面 其实 猪仔在背光 所以我打側一点表 给大家看到 清晰一点 它是啡色的字面 是一个放射性纹 在不同角度 它就呈现了深啡和浅啡 我挺喜欢 其实挺喜欢这种感觉 看下去 有时在阳光底下 就浅色一点 然后回到室内 就深色一点 好了 那个玫瑰金的 还有一个 SEIKO的字 也是玫瑰金色的 是 襯托了盾牌 也是做了特字的 六点位置 你看到它 写着了 这个 automatic 21Jerys 50M的防水 大家应该都猜到了 旧装的 精工 都是做了7S 26基心 21石 21,600 震频 动力处能到41小时 所以 一个咖啡色的 线 就襯托了 这个 星期日力枪 在三点位置 就做了一个 白盘黑字日力枪 那我们看看 有没有野光 因为旧的 精工 呢 我自己觉得 它 都是 很多时候都有野光 看一看 时分针 加上黑度后的 点点都有野光 那当然它的野光 就不是说 十分之强 像潜水标 但是OK的 足够应付日常生活 因为它 50米 做了 它都没有 给你潜水的 那好了 大家再看看 这个 星期日力枪 白盘黑字 又看 那我看看 7S基心 踢起 没有停秒功能 没有停秒的 你看到我现在提起了标冠的 但是没有停秒的 记住 那我向上转动 其实对于用标运作 对于用标运作 向上转动 就是顺时针方向教的时间 那教的时候 都比较紧致 我都喜欢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这个教星期很棒 特别的声音 清脆的 这个手感是直头 那星期六 就转了 这个粉蓝色 的 星期日 就转了 这个红色 很好手感 星期日力枪 很好手感 好清脆 突突突 非常好手感 星期日力枪 教买这个时间 都是很好手感 放在这种标 那你会看到 咖啡色的字面 玫瑰金的黑道 而黑道也是做了特字的 做了特字的 凸起的字钉 打側一点 大家应该看到 现在要留意一下 和精工盾牌 都是做了特字的 那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做法 都是立体一点的 看下去 还有我觉得做了特字的字钉 成本应该是高一点的 跟私隐对比 所以我比较 其实最主要都不是成本 是视角上面 那个 那个 望络的层次感 舒服一点的 好了 接着呢 有一个啡色的来影圈 你看到 增加了 都是增加了层次感 像是增加了一级的 那我用了光线的玫瑰金色的 都是衬托标圈标壳 好了 你看到标圈位置 就做了 标圈位置 做了玫瑰金色的 拋光 不手钢 都挺漂亮的 玫瑰金色 配上黑道是玫瑰金 而那个标脚位置 就做了拉斯的不手钢 然后这里有一个层次感 又是一级的 你留意一下这些细节 这里是一级的 旁边就做了抛光的 至于标冠呢 它也配上玫瑰金色的标冠 标带方面做了银色的 诶 银砍玫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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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很少 這是日本製造的版本 看看錶底 錶底是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5個bar的防水 Stainless Steel 7S26的機身 最重要的3個字在這裡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這裡有一個膠膜 不是花了 7S機也是 沒有過多的打磨 只做了一些拉絲的打磨 和板橋位置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有一個標誌寫著 Made in Japan 現在這個標誌也是有歷史感 因為現在不是用這隻顏色的標誌 這隻標誌是43mm的直徑 43mm的直徑 而這個厚度是12mm的厚度 好 試給大家看看 豬仔因為 都喜歡玫瑰金色的 其實我也 我結婚戒指也是買玫瑰金色的 因為 所以 我有一點點情義結 也是 自己個人主觀 我挺喜歡玫瑰金的 當然 有很多隻玫瑰金色的 有些是紅一點 有些是青一點 有些是淡一點 有些是淡一點 玫瑰金 各有千秋 我自己覺得 好了 這隻標誌是豬仔定價多少錢 是的 外面都很少見 所以我很難刻意告訴你 是多少錢 我曾經見過有些小店 賣1,800元 對 深水埗長沙環 有些小狗標譜 那些 樓梯底的標譜 是的 1,800元 日本製造的 有些小狗標譜 而且 鑒金 會比較貴 鑒玫瑰金或鑒金 也會比較貴 或者黑色電道 那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誌 就按個讚一下豬仔 讚一下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豬仔有不完善的地方 我知道 我會努力 每天都去改善一點 提醒自己 如果 你們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日本手錶推介 可以按一下小鈴仔 下次再有新標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你 1,428元 再借一點點位置 因為我自己覺得 接下來就快是熱天了 接下來就快是熱天了 這樣 搭配一些鑰匙的標帶 也是不錯的 我今天回來 送完標迷走 自己在這裡玩一下 我先開 遠一點的螢幕 我覺得很棒 如果這隻 撞了一隻 譬如撞了一隻 橙色標帶 非常橙 又很有型 這隻標帶 還有很有趣 這隻標帶 表面是皮帶 底是膠的 為什麼豬仔會找這個 帶呢 就是 試圓有個標迷 告訴我他帶皮帶 就 手吸汗 所以他很癢 夏天的時候 我就找了一個 底是膠料的 防水的 表面是皮的 這隻標帶 還要做快拆 這隻標帶 也是百 鬆一點 如果配橙 就撞色 玩 鑰匙 對 整隻標 就馬上更年輕 我看過 配啡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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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輸 又可以增加換味 這個是題外話 純粹自己玩 喜歡這隻標的推介 就盡快找我 可以在內容下方找 朱仔WhatsApp電話 甚至乎打給朱仔也可以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按鈴鐺 訂閱 有興趣的就盡快找我 朱仔有三隻現貨 謝謝